随机应变 南北朝时期西魏的大将韦孝宽镇守玉璧 东魏的高欢率领山东的全部兵族来攻打韦孝宽 连营长达数十里直至玉璧城下 他们在城南堆起土山想利用土山攻进城去 玉璧城上原先有两座城楼正对着土山 魏孝宽便命令守城将士用木头把城楼接得更高 高欢于是又昼夜不停地在城南挖地道 同时在城北雷起土山以便攻城 针对这种情况 魏孝宽挖掘了长长的嵌嚎 命令少数的战士把守嵌嚎 每当高欢的士兵挖到嵌嚎时 就把他们抓住杀死 又在嵌嚎外面堆积很多柴草 准备好火种 发现地道里有敌人便点着柴草 用皮牌吹火 火焰冲进地道 地道里的敌人全部被烧得敲头烂额 高欢在城外又造进攻的战车 车道之处没有不被他们摧毁的 即使有盾牌也抵挡不住 魏孝宽又叫缝制不维曼 随着高欢的战车进攻的方向 把维曼悬在空中 结果高欢的战车无法突破不维曼 高欢又在城外用长杆绑上松枝 进油后点上火 想把维曼点着 以便把城楼烧毁 魏孝宽就制造长钩力刀 高欢的火干一来 就用钩刀从城上把它割断 最后高欢又在城的四周挖地道 共挖了21条地道 兵分四路 各路都设一些游进过的木柱 然后放火烧城 结果木柱烧断了 城也倒塌了 孝宽在城墙倒塌的地方 树里起木栅栏来 来守城 敌人始终没能够攻进城内 高欢的计策和勇猛的进攻都失败了 由于他患病而撤退 不久就病死了 这真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的感觉啊 妙 妙 妙 王炳守城 北宋末年金人年末赫进攻太原 太原周围的各个县全部被攻下了 唯独张孝纯王炳固守的太原城攻打不下 金人工程使用的武器叫炮石 洞子 鹅车 边桥 云梯 火梯等共有数千件 每次工程都先排开克力炮三十门统一指挥 一声炮响 三十门炮一起发射 射进城的炮石像斗那么大 重炮的城楼或盾牌没有不被打坏的 太原城全依赖总管王炳事先设置了栅栏 又在城楼和盾牌上放置了很多装满糠的布袋 炮石把布袋打坏了 就立即把糠布袋绣好 所以城楼完好无损 年末赫天豪的办法是 把洞子下面装上车轮 上面钉上木板 做成屋形 再用生牛皮蒙上 最外面再将上一层铁皮 人在洞子里推着车前进 一辆接一辆 共五十辆 向蚝里运送土木柴草 年末赫天豪的方法是 先用大的木板放在下面 然后放些短细的柴草 最后盖上土 这样就跟原来的地面一样坚实了 王炳每次见年末赫天豪 就先在蚝壁上挖些洞 洞里装上吹火器 等敌人在蚝内放柴草多了的时候 就把一些灯浮在水上 灯火遇到草木 即使湿的柴草也能点着 火逐渐烧起来 然后用吹火器吹火 火焰冲天 这样年末赫就天不了豪了 金人鹅车形状像鹅 下面也装有车轮 上面包有牛皮和铁皮 用几十上百人推着它前进 准备用它来攻上城楼 王炳在城里制造了一种叫跳楼的器件 形状也与鹅一样 使人在跳楼内迎敌 鹅车到来 就叫人在跳楼内 用铁钩和绳索 把鹅车的车轮拽住 这样鹅车就向前倒 不能前进 金人的云梯火梯 也是用车轮推着前进 有城楼那么高 因为王炳都能随机应变 金人始终没能攻下太原城 许魁秦道 明朝的许魁河南顾史人 曾任岳陵之县 道任一个月就做到 有令则行 有尽则止 当时流寇盗贼很多 许魁事先就修整了城墙和护城豪 岳陵的百姓 不分贫富都要出宫修城 这样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 他又叫百姓 把自家的院墙都修起来 要高过屋檐 院墙上挖一个龟状孔洞 洞只能容一人 每家留一个壮钉持刀 守在孔内 其余的人都组成队伍 许魁说 大家都要听从我的号令 看我的旗鼓行事 为者军阀出职 他又在每个街巷里设了埋伏 然后大开城门 没多久 道寇果然来了 道寇还没来得及杀人放火 抢劫财物 徐魁就指挥军民把道寇全部秦货斩首了 凡是进城要地 都应该仿效徐魁这样 筑墙防守 这可以使盗贼不能侵犯城堡 韩世忠铁钩沉敌传 公元1127年 北方女真族的金国在灭北宋后 继续南进至浙江一带 说到南宋将领韩世忠所率水军的祖击 在长江水面上展开激战 韩世忠曾与金武珠相持于长江下游的黄天荡 在今天南京市东北一带 韩世忠率战舰进驳金山脚下 即准备破敌办法 因金武珠的战船较小 不够稳定 韩世忠就下令部下用铁缆穿上大沟 又挑选出一批勇猛健壮的军族 训练他们用铁缆拽成敌船 第二天黎明 金兵呐喊着驾船向宋军扑篮 韩世忠指挥战舰分两路 迅速从两翼插向敌船背后 急命军族甩挂钩勾住敌船 并用力猛拉铁缆 每拉一次就拽沉一艘敌船 一时将上敌船纷纷翻沉 阵势大乱 金武珠值得仓皇退兵 明家境年间 沿海日本海盗唱卷 在黄天荡这个地方 也曾发生过战胜贼寇的战斗 当时日本海盗抢落了名船 耀武扬威地驶过黄天荡江面 官兵却不敢出来抗击 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气愤 他们集合了几十只泥船 去追赶贼寇 接近那些船之后 他们把吸软的河泥 甩到贼寇的船上 河泥很滑 弄得日本鬼子站立不稳 而老百姓们穿的是草鞋 不怕滑 他们又用泥的长竹竿去捅那些鬼子 鬼子东倒西歪 好多都掉到江水里去了 消除水上障碍 西晋王瑞领兵伐吾 吾人在江水较浅的地段和险要的地方 横拉上铁锁 以截住水上的船只 又制造一些铁锥 有一丈多长 安装在江里以阻止大船 王瑞制造了大竹筏数十万 叫一些会游泳的兵士乘竹筏先行探路 遇到铁锥就全部拔掉 又造了很多火炬 灌上麻油 遇到蓝江的铁锁 就点着火炬 不多一会儿铁锁就融化而断 船通行无阻 五代十国时后进占领河北 用铁锁阻断得胜口的通道 在河的南北各修一城寨 号称夹寨 后梁的王彦章奉命到华州 涉酒大白宴席 暗中则派人到阳村去准备船 命披甲士兵六百人都拿着大斧 载着野炼匠人吹火器和木炭 顺流而下 王彦章正在畅饮 酒饮至一半 他假装醉了 便起身退席 他换了衣服 率领精兵千人 沿河急奔得胜口 这时顺流而下的士兵 已经用火烧断了蓝河的铁锁 又用大斧砍断了河上的浮桥 王彦章率领士兵迅速向南城发起进攻 于是打败了敌人 李济破匈奴阵 匈奴人薛颜驼教士兵学习步战 规定每五个人一组 用其中一个学过步战的人去欠马 其余四人在前面打仗 打胜了就立即上马追击 如果欠马的人失掉了接应的机会 就犯了死罪 没收其家卷和财产 奖赏给战士 即至薛颜驼来入侵唐朝时 唐将李济奉命抵抗匈奴人 薛颜驼命士兵弓箭齐发 伤了很多唐朝的战马 李济命令弃马进行步战 率领持长矛的战士数百人为一队 一起向敌人奋力冲杀 结果敌人溃散了 这时唐将薛万彻又率领数千骑兵 收缴匈奴的牵马人 匈奴的士兵们失去战马 不知所从 于是大败 船治草 随朝杨肃袭袭袭普征 夜里到达河边 收买商人的船共有数百艘 然后把草扑在船上 人走在上面没有声响 于是杨肃的军队 无声无息地度过了河 马龙破敌 西晋武将马龙 讨伐边疆民族首领树基能 树基能的兵力很强 士兵都身批铁开甲 马龙就在脚狭窄的道路两旁 堆积很多磁石 磁石吸铁 使这兵无法行走 而马龙的士组 全都劈着犀牛 劈甲 没有什么阻挡 于是马龙大破敌人 纵烟 隋朝的军队 与陈国的军队打仗时 退却数次 隋将赫若碧 经常制造浓烟 来掩蔽自己 唐朝将领戈书汉 追赶敌人 进入险要的狭窄的路口 敌人从高处向下 置木头石块 打死很多塘兵 戈书汉就用粘毯 罩在马车上 在前面打头阵 想以此冲散敌人 这时正刮起很大的东风 敌将崔前右用草车数十辆阻塞在戈书汉的粘车之前 纵火焚烧草车发出浓烟 使官兵睁不开眼睛 看不见敌人 而自想残杀 拐子马铁浮屠 金将勿助率领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 士兵们都身穿重铠甲 前后用绳固定在一起 三匹马并排连接成一个整体 名叫拐子马 又叫长盛军 每次大战时都用它来攻坚 宋朝的官军无法抵抗 演成战役时 金兵以一万五千骑兵来犯 岳飞命令士兵手持马扎刀进入敌阵 不要抬头看 只照准马腿猛砍 拐子马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一匹马被砍倒 另外两匹马就无法行走 这使宋军奋力出击 金兵大败 慕容少宗曾奉东魏孝敬帝之命 率兵十万去攻打猴警 战旗盔甲在日光下闪烁 明者战鼓长去而尽 猴警命令战士们全披着盔甲 手持短刀冲入东魏的军队里 只低头砍人的腿和马的脚 岳飞如不是学习过人兵法 难道是暗和吗 金兵猪的士兵都披重铠甲 戴铁帽子 周围坠以长颜 三人为一组 用绳索串联在一起 名叫铁浮屠 在顺畅战役中 正大战时 兵猪身披白袍 齐甲马 率领三千兵士来犯 宋将刘齐命令壮士 用飞镖打掉敌人的铁帽子 用大斧砍断敌人的臂膀 打碎敌人的头 钱富冠顺风扬尘 十国时代 吴越王潜流 派其子钱富冠 去攻打吴国 吴国 双方大站在狼山 吴国的战船 乘风而尽 富冠 帅船避开他们 等吴国的战船过去之后 富冠就帅船跟在后面 吴国的船队回过头来 与富冠交战 富冠利用顺风扬起灰尘 无人睁不开眼睛 等到两国的战船 相接近的时候 富冠叫人在自己的船上 撒一层沙子 往敌人船上 撒一层豆子 豆子沾上血 变得特别滑 吴国的将士踩上去 就像僵尸一样滑倒了 富冠 趁机放火 焚烧吴国的船 吴兵大败 主统 南宋名将刘齐 在顺畅战斗中 命令穿盔甲的士兵 各自带一个主统 桶里装满主熟的豆子 当两军对阵 就丢掉主统 使主统的豆子 撒得满地都是 敌人的马很饿 闻到豆子香味 都低头吃豆子 又因为主统遍地滚动 人马站立不稳 所以敌人兵马 全被击毙 老马食徒 马以为师 齐皇宫讨伐山戎 去到雇主国 行军途中被水阻拦住 水的深浅 没法测量 加之夜很黑 军队迷了路 观众说 老马能认识道路 于是放老马在前面 军队在后面跟随 结果找到了道路 军队走到山里没有水 习鹏说 蚂蚁冬天都把窝 造在山的向阳面 夏天住在山的背阴面 蚂蚁只占一寸之地 但距离窝不远的地方 一定有水 于是就在附近挖地 结果找到了水 以管众的贤能 习鹏的智慧 拜马和蚂蚁为师 都不觉得难堪 而现在人竟不知道 以自己的愚昧之心 去学习圣人的智慧 不是太过分了吗 古代贤能的人 开天辟地创造生活 都是学习与万物 哪是为了救一失之急呢 无底船 南宋渡宗时襄阳受困 宋将张贵造了 一百多艘没有底的船 船上竖着旗帜 每只船的两弦 都站着几个战士 以引诱敌人 敌人见此情景 静香往船上跳 结果被淹死的敌兵 有一万多人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奇事 铁灵脚活老鸭 刘贼侵犯江淫地区 江淫县的人民 用铁做的灵脚 撒在城外泥沼地里 然后放些牲畜在基金 刘贼见了都争着去抢猪 结果他们脚上 都踩上了铁灵脚 不能站起来 刘贼被活捉了数十人 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靠近江淫城 刘民刘七等人的船 停泊在廊山下 江苏有人献祭说 可用火弓 齐名火老鸭 既把火药和火种 都装在炮内 可以在水中发射 又因为火炮的形状像鸟嘴 拿着它入水 用鸟嘴钻船 上面还有机关 发动了机关 火老鸭可以自己转动 把船钻透了 船就沉了 用火老鸭试验一下 果然钻破了一条船 刘民都很害怕 说江南的士兵 能在水中破坏船 是神饼 于是弃船上山 很快就被山上的守兵 所抓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